他们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媒体主播 我是小野 那我就是小虎吧 他们鬼灵精怪 自成一派 什么 你说我们是鬼 他们关心关注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就是二胎 你买股票不如投资孩子 命德他才有了47秒84 北京二环出现了几十个斯巴兰友识 我日理万机的小学生 我容易吗 那你日理万机的写完作业了吗 写完作业了吗 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躁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 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今天的儿童新闻联播 都和爸爸有关 有三个爸爸 哦 爸爸今天不在家 第一个新闻 照片已经打上马赛克了 但是我还是看到 他光溜溜 没穿衣服 啊 你的严肃点 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太不像话了 不写作业被老爸教训 他一气之下 趁他爸爸洗澡的时候 拍下照片 传到班上 所有的家长都看到了 他们老师也看到了 那还用说 全世界上网的人都看到了 这个爸爸现在惊死了 到处去说对不起 他没跟我说对不起啊 他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他让我看见他光屁股了 妈妈 你管管弟弟吧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爸爸呢 幼儿园要圣诞节演出了是吧 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叫多多 多多想演一棵大树 姐姐跟你一样 你也演树 演树有什么不好呢 那你演 我今天才刚演完 Good morning everyone Now I wi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Mr. Tortoise Miss and Miss Hare In a very big forest There are many animals 又说我听不懂的 我们今天也演小桃了 好吧 我是大树 你是小桃 我的技术说啊 这个想演树的多多的爸爸 发脾气了 咱不演大树 演大树谁能看得见呢 搞得老师很无奈 为什么 你不能让全班同学都去演主角吧 像我 我就愿意演大树 就是爱了点 气死我了 我举着手不行吗 而且新闻联播还在继续 最后要说的这个爸爸 是最让人生气的 在城州 一个爸爸带孩子去餐厅吃饭 这个爸爸跟服务员要了一个空的碗 你知道吗 他拿碗给孩子接尿 然后还把碗藏到桌子底下 服务员收拾的时候才发现 颜色不对 一闻吃尿 我有时候也会憋不住 是 但你尿裤子 也不能用别人的碗来装尿啊 所以说 想孩子学好 大人要做好饱料 明白了吗 你说我呢 耳朵新闻联播 有宝宝加油 安藤电台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小宝里 他判我 一定会说 是 还没有人工宝 我们来消灭 关键 雅 来 没有人工宝 不能归 你 常常